四季更迭,一转眼冬天就要过去了,又要开始筹划春天的旅行了 日本旅行一年四季皆有亮点,但是最不能错过的一定是春天的樱花 2.15日本气象诸事会社预估了,从北海道到路尔岛大约1000个樱花观赏地的盛开日期 本波樱花季全国打破休眠的时期预计比往年晚,但是打破休眠后的气温预计比以往高 所以全国都会比往年早开花,很多小伙伴都会选择3到4月去赏樱 其实有一种樱花2月就开始大片绽放了,那就是合金樱 因为这是日本本周最早开花的樱花,因此也被称为日本第一樱 包括整个伊豆半岛、神奈川、东京等地,还分布在富士山、清景泽、日光等旅游度假圣地 在金刚县伊豆的合金厅地区,约有8000颗合金樱花树 每年花期来临的时候,都会举办盛大的合金樱花祭 2024年合金樱花祭已经是第34回了 作为合金厅的传统赏映项目,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 推荐这里比较热门的赏映点 车站步行步远处的合金川两岸是这里最热闹的,人也最多的 樱花倒映在水面上,电车时不时从远处经过,是日距离才会出现的场景 在距离车站约1.2公里的饭田家庭园内,种植着全球第一颗合金樱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哦 今天前一站的金景滨海岸,海边绽放着许多樱花树 非常美丽,并且可以独享一方幽静 比起合金厅,这里因为交通不是特别便利,所以人较少 青野川沿岸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和樱花树 每年2月也会举办赏花祭典 神奈川县的三浦半岛不仅拥有美丽的海景 三浦海岸还拥有大片的合金樱和油菜花 从东京品川坐经级电铁只需40分钟 很适合东京当日来回 松田厅是个人强烈推荐的小众赏英地区 这里没有那么多喧闹的游人,可以独享整个春天 车站附近的西平田公园内有很多合金英 如果天气好还可以拍到富士山和樱花的美景 如果不想走远,东京市区也有不少赏英的好去处 鹰神宫算是东京小众的赏英地 樱花下的神社有一种独特的美丽 参拜者可以在樱花树上绑上粉色的祈愿断代 这里还有大受欢迎的季节限定樱花玉珠印 位于东京都江户川区的旧中川沿岸 有很长一排美丽的合金英 在这里可以拍出樱花和晴空塔交相呼应的美丽照片 离前草很近,赏英后去晴空塔和前草寺都很方便 市中心的赏英圣地,交通方便,环境宜人 可以带上野餐店和三两好友坐在樱花树下 除了十株左右的合金英外 公园内还有很多其他花卉 二月也都开始陆续绽放 适合想要优先赏花的人 无法复制才叫地标 复日游人数连续8个月超200万 下一波樱花季流量来袭 东京市区赏英圣地投资优选自带流量 商圈加持项目上野应苑 三年包租,6%净收益,即买即收租 度 доступ 度相同 对수를注重合